高雄的學生真的是很苦 他們也很努力 六點鐘他可以起了洗頭 把頭皮吹乾 只要他不滴水了,他們就走了 他們時間比較緊 洗頭的時間就帶了筆記、書籍來看 在黑暗中靠自己的雙手推拿出燦爛的人生 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 看不見你,摸不著你,但你沒感受 每天的生活挺重複的 十一點半我們關門嗎 收手機了 幫忙的時候把還有同學 然後把這個台燈打起 然後在這看書 真的很辛苦 我有勝負欲 我想要做到比別人更好 我必然對這件事情產生焦慮 可能看不出來 但其實我壓力特別大 我晚上會失眠 心裡壓力還要那麼大嗎 你是爸爸媽媽的驕傲 小燕哥 喂 小燕俊,你已經瘦了 你好久沒見過了 他那個時候是特別想叫我給他 好 要堅持走下去 就是我們都是你的後盾 你靠得拉給養子 爸爸媽媽媽都等你回來吃飯 他都不 等你回來 我覺得青春應該是可以任性的 可以去享受他這個年齡 該享受的一些東西 之前喜歡一個男孩子 他提到過我 感覺你長髮應該還挺好看 嗯,好,就開始溜了 把自己修飾好 然後讓自己心情更好一點 會有更好的狀態去學習 為什麼完美 那你就學習好了 你就不能讓自己稍微看上去 也好看一點 他們就可以在最美好的年紀 去收穫到很好的成績 同時呢 也可以去讚放他們的美麗 我覺得我應該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就是我們女生也挺好的 他們會說 為了不辜負父母的期望 不辜負學校的培養 就為什麼不能不辜負自己呢 別的要保持自我 不要活在別人的期望裡 心中有火眼裡有光吧 就你要對世界坦誠 你要對自己坦誠 都邁向了更高的更好的地方 沒什麼難過的 有人再現吧 同學們加油 一定要對神婆從來希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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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加油 加油 希望你以後的自己也可以 不為自己的選擇而後悔 要活出夢想中的那個自己 希望自己保持善良一直下去 活得自己無怨無悔 唐一聲 我已經先去堕 好 明 zich落不滿 會不會 腹不會 一遍 得云